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沟 外国势力罪 一直或保释 他今晚三日在社交平台 路 县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升学 原定12月回港救国 按向警方报道 但考虑多方因素后 决定不回港 道 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表明气宝永久离救世间 星岛头条正向警方查询 周庭晚上在社平台发表长文 详细谈及近年经历 包括声称曾香港警务处 国安储人员陪同和保护申请回乡 及到深圳一日 完成行程后会或交还回乡证 而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道就可以 周庭指 他深圳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 腾讯总部等 周表示 今年9月顺利离港到加拿大升学 而护照式 出发前一天才收到 他称 气宝的打算不是最初 有 自己还买了12月回港的机票 所以如果有人要 我处心积虑欺骗国安 那绝对是错误的陈述 周 也透露自己一度患上抑郁症 星岛头条app 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节目 判识